民进党立委苏志芬到越南参访 传出遭扣留护照 受困九小时 风波越演越烈 外传苏志芬是因为跟反政府人士会面 越南政府跟他沟通不成 才以旅游签证不能变更行程为由 扣住他的护照 但是越南驻台代表却说 绝对没有扣护照 那么苏志芬是旅游签证 却进行非旅游行程 那么双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各说各话 苏志芬真的踩到越南政府的红线吗 这跟新政府新南乡政策有关吗 另外马前总统 今天为控告周玉寇加重诽谤案出庭 那么其实马银九一审已经是败诉 那么今天是上诉二审 但是今天他在庭上都没有发言 反倒是到了庭外受访表示清白 那么没有收受顶薪两亿元的政治献金 现任后的马前总统 要开始他的法庭人生吗 还有国民党要为不当党产条例提示线 想要拉拢亲民党来联署 那么宋楚瑜已经下令不准 而且猜测这牵扯宋予王金平的 海基会董事长之争吗 相关一提我们一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刘兆豪 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晓平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大家好 最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安安 大家好 还有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好 先来看民进党立委苏志芬 今天在脸书报平安 强调有被扣护照 但不清楚原因 现在吃饭洗头都被越南政府派人监视 来看民进党立委苏志芬 带着访问团成员一起举杯合照 驻越南代表石瑞奇就站在他旁边 7月31号 苏志芬在脸书po文 隔天要到越南合径的台塑大链钢厂拜访 没想到一到河内机场 所有的团员都拿到登机证 却读漏了苏志芬 最后还扣住了他的护照 苏志芬形容他几乎是用强夺的才要回护照 他在实际飙射当中 这些人有给我们一些干扰 过通上也不是很清楚 在登机这件事情 苏志芬行程被刁难 越南代表处赶紧协调 沟通了7个小时后才放行 改搭巴士到河境 2号下午抵达河境之后 他再度po文 强调在越南行程受阻 但是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昨天在河内机场 护照一度遭到扣留 至今也不了解原因 我对小英总统的新南向政策 依然充满信心与期待 目前我们一行人的举动 变得非常敏感 全城都有越南公安 跟随拍照 不能有超出表定行程以外的任何动作 会被严密监控 传出是因为苏志芬原定 要拜会反政府的教会 他的行程是自己安排的 所以他去哪里其实住处也并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没扣苏里外的护照 按照我们的规定 他用旅游的行程 他不能去有什么活动 一般的我们没给他去台书的钢厂 虽然苏志芬一行人顺利平安抵达合境 不过究竟是安排了非观光行程才被刁难 还是中国在背后施压 这一切都得等到苏志芬四号回到台湾 问题才能解答 好 我们看到这立委苏志芬一趟越南行 怎么变得这么的敏感 变得这么的复杂呢 我们看到苏志芬他在脸书报平安 他说目前他们一行人的一举一动 已经变得非常敏感 全程都有多位越南便衣公安跟随拍照 包括吃饭洗头行程 也都要层层上报 那么不能有超出表定行程以外的任何动作 好 那么一趟这个越南行 那只因为是立委的身份 就变得这么的复杂跟敏感吗 我想请教委员你怎么看 现在你们同党立委到越南 那到底是说如这个越南所说 是因为非旅游行程的关系吗 那这是表示说他是有去拜访 所谓的他们的反政府人士吗 我想就如同刚刚我们苏委员 他在脸书所写的 他是希望外界不要有过度的解释 跟扩张的这样想象 不过看起来他在越南的这个行程 是受到相当程度的阻擾 是一个事实 不过苏委员现在这个 在越南所遇到情形 我们到联想到在六月份 大家还记得台塑的炼钢厂 在合进的炼钢厂 他这个炼钢厂是还没有点火 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启用 就被越南政府 他用他以污染水源的 然后影响一夜的这样的理由 要来加以处罚 那一开始台塑 台塑公司还是希望非常抑正言耻的 说要提出国际的仲裁 也包括他请求越南政府 要提出相关的数据说你说我污染好那你提出数据来 如果确实是我污染的 那我们就来面对这个事实 那越南政府本来说好 那我提出来想不到最后 这个数据还没提出来的时候 台塑是态度上大转弯 在六月三十号他就道歉 然后接受了越南政府五亿元的罚款 五亿美金 五亿美金 就相当台幣一百六十亿左右 大家想看看一个还没有正式开始营运的一个工厂 而且台塑不只是在台湾很有名 我相信他还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知名的一个大企业 但是这个政府 越南政府都可以让这个台塑 这么一个庞大的企业 在他的面前 能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当然也许我们 当然我们有距离相当大的一个距离遥远的国家 但是他真的是 这个国家可能真的跟我们身处在台湾 民主自由习惯的国家来讲 我们很难想象 他的当中有许多人质的方面 伯玥的意思是说 苏之芬这场行程是因为要去越南台塑厂 所以是受到刁难 还是说跟那个所谓的反政府人是会面有关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因为他的行程包括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合进的钢铁厂 第一个因为现在那么敏感 就是说因为刚处罚这个罚款 然后现在你如果是参观 那可能越南政府有所顾忌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也是外界在揣测的 是不是要跟当地异议人士 一个神父见面 然后当地政府 然后所以才对苏维言严加控管这件事情 不过这真相如何 当然是要等到苏之芬回到国内 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厘清 这相关的一些疑点 但我要说明就是说 这个越南这个国家真的 他很多方法 他人质的方面是相当 从台塑事件 从苏之芬 他现在在越南所受到的那个待遇 来看的话 他有相当程度的人质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要看待这个 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把握的一个 是的确 因为越南是共产国家 我想请教美美姐 那现在苏之芬一趟的这个越南行 变得这么的复杂跟敏感 那因为这个越南的驻台代表说 绝对没有扣他的护照 那事实上看起来苏之芬被扣了九个小时 受困九小时 那现在到底是说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系 是跟台塑越南厂有关系 还是说跟这个所谓的会见反政府人士 是有关系 踩到越南政府的红线吗 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 跟台塑的厂应该是有关系的 因为好像他们已经去到 那个合进的厂了 那这个好像真的是 不在原来的行程里头 那同团的人都没有人被扣护照 只有苏之芬被扣了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是 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身份更加的敏感 那这个特别是台塑这个事情 恐怕我都在想 不是五亿美金这件事情 可以善聊的 为什么 因为有财经圈的人有讲过 就是说台塑不只是三千多亿 在那边要投资那么大 然后这个钢铁厂 都说能够一年三千多万吨 等于越南自己的钢铁厂 都被打趴了 还不止这些 未来好像还要计划发电 那这个电如果整个产能都开出话 听说可以相当于 台湾三座核电厂的量 可怕吧 那再加上呢 这个它附近有一个港 那是越南现在大力开发 一个最好的港 那个港可以停很高级的邮轮 也可以停很大的货轮 那台塑在那边有相当的利益 再加上七十年的这个特许的使用期 然后土地租金听说也是一年才缴几百万美金而已 所以越南现在他们是这样 政党轮廁有常常会追前任的 那前任的因为这么一些的庞大利益是在前任的总理 软禁永任内签下来的 所以现在在越南内部就传得沸沸伤伤的 这里面为什么台塑可以拿到这么大的利益 那所以呢 这个如果所有启动到政治性的因素的话 那恐怕恐怕这事情会不会再往上烧就不知道了 所以台塑他现在的五亿美金可能是这个利益要吐回来 是这样子吗 还是先缴保护费 之前都已经先吐了那个逃税的嘛 那现在又五亿美金 那这个五亿美金也是搅得莫名其妙 因为刚开始的报告里头 根本没有说是台塑啊 说是那个洋流过来 洪潮过来 后来听说有包括一些日本 一些那个生态专家去调查 也都没有说是台塑的 可是因为人民群情激愤 加上台塑有一个高级干部失言了 他说要鱼虾还是要钢铁厂你只能要一个 那那些渔民来讲生活来老百姓来讲 我没受到好处我为什么生计 要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波及 所以群情激愤加上又刚正党轮替 所以他要巩固民意 所以因此你看他后来他讲台塑的时候 他是讲下游厂商 那也不是讲台塑数字拿不出来 那这一次苏智芬去了 好像有这个吴坤易于立委的助理去 那我不晓晓有没有相关的专家去 我再猜测了 一方面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的敏感 那越南这个大家盯着看 那再加上呢 如果说真的去要求要看一些数据 你真的出来台塑不定稍微弄或是什么 有些事情会不会不能说的真相 我们不知道 所以因此就太敏感了 那如果再加上说真的还要再去 会见异议人士这个不知道 要梳理委员才知道 那当然你就可以想到说 在这种人质的共产国家里头 当然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出现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真的就是不要上升到是国与国的对立 他也不是跟什么南向政策有关系 他确实就是因为台塑这个个案太特殊了 那苏立委刚好大概又是要去关心这个案子 所以我感觉是扫着这个红胎 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是不是因为台塑越南厂现在可能陷入一个 比较这个难堪的一个境地 那苏志芬要去看 那么他们就认为呢 你是没有按照原本的旅游行程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台塑越南厂 到目前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台塑炼钢厂的一个大事迹 两千零八年七月六号的时候 台塑合进钢铁厂动工 到二零一六的四月二十三号 越南媒体报道怀疑台塑废水 导致大量的渔群暴毙 那么到六月份的时候 台塑就要求要提交国际仲裁 到二十五号呢 遭越南政府勒令停工 那么原开炉运转日期延后 那么到了六月三十号 台塑道歉要赔偿五亿美金 我想请到瑞德哥 现在台塑是不是陷入一个很 很难去解决的一个处境 要被罚五亿美金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因为 苏西芬要去看 所以可能整个事情变成绞在一起 我们到日本东京去 如果旅行社上面的安排的 这个行程是我们要到上野公园 请问你我能不能改到前草观音室 当然可以啊 也不会有人来盯着你 扣住你都不会对不对 不要用这样的观念 在所谓的共产国家里面 这就告诉你一个教训 越南就是共产国家 尤其现任的总理 过去的总理呢 他其实是亲美国的 那么现任的总理呢 其实是亲中国的 我们要必须非常小心啊 那尤其是这个苏立伟 我问大家嘛 一行九个人 刚刚没没在问 有没有相关的专家 有 里面有石化专家 也有生态环保专家 可是就没有扣 八个人全部给你登记证 就故意扣他一个人 为什么 他当然知道你是国会议员 而且甚至于他已经知道 你要去哪里看 你要去这个 等于说合进的这个台塑 刚那个大铃钢厂看 你还要去跟他们的 所谓的异议人士的神父见面 当然后来说不是要见面 只是要借助在他的教堂等等 也就是其实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人家的眼皮下面 人家都知道 而他不是一个善男逊女的国家 他是一个共产国家 那么你说这个台塑 台塑现在面临到什么 因为他是跟之前的政府 签了约 然后呢 共同去投资等等 现在人家认为说 刚刚美美讲的很清楚了 那些上百公顿的鱼虾 跟几十公顿的这个贝类 人家怀疑就是你台塑 这个跟你有关系嘛 现在你看武警都已经进驻了嘛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这些 这个鹤枪实弹的武警 全部都进到 不是为了保护你啊 这些人如果在两三年前 暴动的时候 来保护我们台商企业该有多好 对不对 没有嘛 那什么意思啊 钱 我就是要钱 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 因为当然这里面 牵扯到非常复杂的 又有政治因素在里面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 即便如台塑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在这个炼钢厂3300亿 其他不算 你知道吗 他都可以翻脸不认人 他前两次那个 那个75个人的调查报告呢 那个调查小组啊 前两次的数据竟然是合法的 竟然是台塑的排放废水的 那个是合乎规定的 所以第三次 他就不给你这个数据了 我就直接说就是你 你知道吗 那因为群情激愤嘛 这么多的渔民起来抗议干嘛嘛 所以越南政府那个态度改变了 之前华领格六七百万美金 然后现在突然间五亿美金 这个投资案也不过区区区区一百亿 就要你五亿 而且最怕的是如果五亿能解决算 以后会不会源源不断又来一个五亿五亿五亿 你知道吗 那才是可怕的 所以刚刚美美讲到一个重点是说 不要因为我相信这是个个案 那包括这个等于苏志芬去到这个地方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相信也是个案 那我相信也有一些中国的影子在里面 但是有之前的几个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 我们在推南向政策的时候 越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我们必须要有能够保护我们投资者 包括这么多的台商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你如果不能给我这个保证 我如何带着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钱去建设 在你们那个地方 包括提供给你们就业机会呢 的确就是说如果说都是一个个案 但问题是加起来情况下 那情况就不单纯 我想请到小平原 这个蓝营的怎么怎么 就是蓝营的这边也有人说 是跟新南向政策受阻有关 那这个是的确有关吗 还是说的确 刚刚如瑞德哥所说 只是一个个案所造成的 有关这个事情有两个女主角 那个大的人叫做蔡英文 新南向政策 小的叫褚之芬 褚之芬当然是因为 因为共产国家旅游行程 跑到别的景点都不对了 去看那边钢厂更不对 建一一人是更离谱嘛 我们认为很正常 我们是民主国家 今天你要做云林的翁山书记 推动越南的民主化嘛 你为什么要跟他见面 就是那国家国情不一样 好再回到蔡英文 新南向政策黄志芳 对不对 办公室主任 新南向政策放在总统府里面 这是政治委见 你所有的行政措施 一定要放在行政院长之下 我管你 因为我们最高行政长官 宪法就是灵权 他被拿掉那一刻 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要是院长那一刻 他还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是宪法的规定 所以要放在行政院下面 一个特别小组 我都没有意见 不能放在总统府里面 再来 这整个新南向 这么多先进都讲 没有这么简单 我跟你讲 今天马凯教授有批评嘛 南向我们不反对 可是紧绷 印度不算东协 只有1.7%的全世界GDP 我们看到往来 在我们所有贸易量的 已经15了 印度还赚了他200亿美金 我们老共那边第三方赚了700 我们赚了五六百亿的美国 现在只剩60亿了 美国欧盟 我们顺差太少嘛 所以南向不要再加码 可是维持利益 我们要 那200亿继续赚 可是老共很复杂 老共有两条路 那叫做陆路与水路 水路哪一带一路 东协 陆路乃斯道 走中阳 可是这样会不会有点扯太远 不不不 不不不 不远不远不远 苏志芬是思想 新南向大 我们要的是 马凯讲的 全向嘛 东西南北向 全部都要啊 苏志芬跟这件事情 跟新南向政策的关系嘛 什么关系 苏志芬 因为新南向去干嘛 他还是替蔡英文去谈谈嘛 他去走走看看嘛 新南向政策 也是因为他到了越南 那他去干嘛呢 来东华哥 就是说 苏志芬碩碰到的情况 跟台塑目前的处境 跟新南向政策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啦 我那么讲 顺便一起谈嘛 对不对 对啊 台塑的这个大港厂 因为已经投资 投资十年了 那你说这个跟蔡英文上来的 新南向有关系吗 没有 我那么讲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当选总统 就像国民党的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先对越南这个国家了解 第一个当然我们都讲到 他是个共产国家 那他的他的政治体制是以党领政 然后还有一个 你不要忘记的一个是他的军方 因为在台湾 我们对越南的共产党的军方 你会比较少了解 那过去来讲 我所知道的 钢铁这块是属于军方的势力范围 所以我不晓得当年 台塑在去越南做投资的时候 这方面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了解 台塑不是没有国际投资经验 他有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 而且都有签合约的 这照理说 合约是一件事情 也不能讲 也不能讲 因为这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几个背景 第一个 越南政府刚好最近改组 那他原来的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总书记 他是比较这个亲中共一点 那越南这几年 当然跟美国靠拢得比较近 那原来的总理已经下台 那一个副总理上来 那这个未来越南的整个走向 会怎么样要观察 因为中共最近也很努力 在拉拢越南 因为现在这个比较属于亲中派的 稍微势力比较大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个很多事情的发生过程中 跟一带一路跟南海冲突 是相互矛盾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在越南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因为他罚了台硕的5亿 他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 第一个骨牌效益 就是原来那个阿拉伯的一个石油公司 要在越南投资一个200亿的投资案 200亿美金 这个200亿美金 泰国还有这个石油公司 各百分之40 越南政府可以持股20% 这个案子暂时被撤销掉了 那不会只有这个200亿美金 你知道你拿那个5亿美金 跟这个200亿美金来看 对越南政府来讲 他必须开始重新思考 就我们侧面了解了 越南政府也在重新思考一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刚才VCR里面有看到 越南驻台的代表 你知道越南驻台代表 在越南的外交系统里面是个肥缺 为什么呢 过去驻台的这些官员们 回到越南之后 外交系统在外交里面 现在都卡到不错的位置 所以他们会自己要去做调整 那这里面只有剩下一个 一个解不开的谜 就是说台数或许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 环保上的问题 你不可能 因为你还在试车的阶段 那你在这个就在解决你的整个制程 有没有哪里做不好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 一些地方要改进 那这个事情被放大的原因 是不是跟过去 比如说在背后 比较支持台数的 是不是跟那个系统倒掉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 那这种复杂的问题 就不是光靠苏思芬 或者是光靠谁就能够解决 因为就涉及到 越南政府的内部矛盾 的确 这个苏思芬立委 现在碰到的问题 以及台数钢铁厂 所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越南政府 到底打什么算盘 后续我们持续会 为大家来关注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来关心 马前总统 是不要开启 他的出庭人生的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前总统马英九卸任后 首度出庭 他不满媒体人周玉寇 影射他收 顶星两亿的政治献金 提告加重诽谤 没想到一审判决无罪 他无法接受再上诉 那么马英九强调 特征组已经证明 他的清白 所以坚持提告 来看文章报道 前总统马英九卸任之后 首度到高等法院出庭 为的就是顶星 政治献金案 2014年12月周玉寇指控马英九 拿顶星秘密献金 让马英九自诉控告 加重诽谤 特征组经过调查之后 2015年6月 查无不法征结 到了年底周玉寇 一审获判无罪 让马英九吞不下这口气 决定再上诉 连周玉寇指称的消息来源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荣峰 也被传唤到案 法庭外两人隔空互呛 法庭内却是没有交集 周玉寇当场质问马英九 一生中有无收过 非法的政治献金 马英九听了之后 没有回应 后来周玉寇再追问 魏英冲为何可以担任 马无竞选总部的 工商后援会副会长 马英九依然保持沉默 一连串问了五个问题 马英九从头到尾 就是不开口 让周玉寇气炸了 但是马英九总统的这位 自诉人在法庭当中 没有说出任何一句 可以说服我 他没有拿政治献金 这件事情的任何的说法 特征组在经过六个月的 详细的彻底的调查之后 证明了顶薪没有 我们没有收受顶薪 两亿元的政治献金 也没有图利顶薪 所以这一点很清楚了 好我们看到今天马前总统 去出庭了 但是他在庭上都没有说 那么只到外头庭外 对记者说 我想请到美美姐 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 为什么庭上 明明可以说明的 周玉寇也问他问题 但他都不答 那只出来跟美理讲说 强调清白 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刷存在感吧 他不是真的来进行 那个法律上面的攻防 因为如果你真的 要来进行攻防 你大可以在庭上 周玉寇来 大家看 问他一堆问题 他通通看着电脑不讲话 来 周玉寇说 魏映冲为何可以担任 马无工商后援会副总会长 马英九 沉默 看电脑 再来 一生有没有收过 非政治现金法规范的现金 马英九 继续沉默 再来 府的发言人罗自强 用总统代表身份拜会顶薪 你有何话说 他还是不说话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刘兆豪委员 这个法官出身 那你看 你开过这么多的庭 你有看过这个原告被告 那大家在那边无言都不讲话的吗 这是真的要来进行法律攻防 不是 他是出来 第一刷存在感 不要忘记我马英九的存在 那第二呢 我觉得呢 他也是振这个机会 做一个政治表演 表现他很清廉 他对这个案子是有把握的 有自信的 所以趁这个机会 否则你看看 他其实还有好多的案子 他其他案子 我觉得台湾的法律也是蛮厉害的 遇到马英九有点会转弯 他有些案子被告 他不出去也没关系 可是其他的人 可不敢这么大牌 对不对 那可是马英九 他就是选择性的 很多案子要不理会 那这个案子 其实老实说 这个也不过就是一个准备题 那他又不出来讲实质的东西 所以我就要一切的作为 刷存在感 然后证明自己是很清白的 但是我觉得他说特征组 已经还我清白 他好像这样讲是不是 是 对 特征组怎么还他清白 他真的很多东西是叫千结 OK 千结只是暂时结案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先生 他恐怕是借此来做一个政治表演 拉抬自己 然后告诉台湾人民 不要忘了我马英九的存在 不过马先生 你之后还会很忙的 我们不会忘了你的存在 也希望你像这个案子一样 其他的案子 其实包括猫懒 包括美和事 包括大巨大好多的案子 我们希望马总统 马前总统 你也都能够真真正正的出庭 而且不要像这个样子 你要真实的面对人家的询问 对的确 其实外界对于马前总统 在选前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疑问 包括这个顶星的现金案 只说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那为什么马前总统 始终不愿意说明 来请教这个赵浩伟 你怎么看 就是说你也当我法官 那照理说你出庭不就应该去为自己辩解吗 那既然人家都提出这么多问题 那为什么他都不说呢 那只对这个庭外的 对记者去说 他是清白等等 感觉上他是不是有选择性的 就是说只去强调他自己的清白 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我觉得整个马英九的诉讼策略 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讶异 我记得今天媒体引述 审判长陈法官所说的话 说他也没有想到说马英九会出庭 感到非常讶异 但是出庭这件事情当然是自诉人也是上诉人马英九他的一个权利 不过我们通常说原告他要自己出庭的话 他当然是在庭上想表达一些对他自己有利的一些说辞 特别是我觉得像周易寇指引他的三点 包括说他一生当中 有没有收购非法的政治现金 包括说鼎心的魏映聪为什么担任 他的工商会员会的副总会长 也包括他的罗志强的 他为什么用总统 总统府代表的身份去拜访鼎心等等 我觉得马英九有相当好的机会 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的清白 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做辩护 但是他他第一个就周易寇的转述 他沉默不语 但是他出庭了 他在走到庭外的时候 他却大大方方的又跟媒体 来诉说一些他的一些主张 到时候我觉得他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另外他提到说特征组已经 还他清白这件事情 就如同美美所说的 特征组在这之前说 跟针对马英九前总统 他所犯的被指控的一些案子 大部分 我记得大概都是用铅结的方式 铅结的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好像证据不太够 但是也就是说 你从另一方角度来看 如果有相当程度的证据的时候 或者是说检察官他愿意在启动调查的时候 这又是另外一条路是要走 所以这个案子相关 包括马英九现在被指控的 无论是黄世民案也好 山中案也好 或者是这些政治献金案也好 等等这些非常的 至少有二十四件 大家认为比较有明确证据 比较有一些相关证据的案子 如果检察官启动相关的调查程序 那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终结 我觉得都还是在未定之天 所以可能马英九 可能后续的日子里面 有相当程度要忙于这些法庭上的共犯 马前总统卸任之后 是不是要开启他的出庭人生 我们看到他现在有多少个案子 那么北检大有二十四个案子 要重启调查 包括猫懒案 T16这个塔柱掏空 涉嫌土利 再来特别废案 特别废养着马小九 涉嫌贪污 再来财产来源不明 财产增加与薪资不符 还有大巨蛋案涉嫌土利财团 还有黄世民案 涉及泄密以及违反通讯保障 还有党产 涉及诈欺侵占以及背信 我想请教东豪哥 现在看起来 马前总统出庭的这个目的 到底是为何 感觉上外界有这么多的实义 结果他选择是不回应 那出来是跟媒体讲 他是绝对清白的 感觉上这个选择性 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马前总统的做法 大概很可以理解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利用出庭的 这个是这个时机 大概因为一审他就败诉了 我还是先重复一下 这个这个官司的一审的结果 寇寇姐当时判无罪 但是同时判决书里面 也讲到说寇寇姐讲 我们在讲到说 所谓鼎性捐两亿 给马英九这件事情 当时一审也认定是不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认为寇寇姐是无罪的 是因为认为寇寇姐确信 为真 他相信他是真的 也算没有恶意 我们所谓的这个没有这个善意原则 那他既然他即使有所过失也不罚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到了今天二审要宣判 说你看到马英九出庭 他其实就是最后就是利用那个机会 要走出来外面 去讲这一句话 就是讲说法院其实也都认定说 那个捐两亿是不存在的 所以寇寇姐当然是赢了 那对马英九来讲 他也可以拿到判决书里面这一句话 那整个事情在看说 他未来官司 他是不是会走在一个二十四件的这个 这个官司人生上面 作为退休生活的重点 因为他最近蛮闲的 他真的蛮闲的 因为他办公室的人没有很多 他访客也不是说非常频繁 他可以慢跑到法院 他不是最喜欢慢跑就跑山 以北检来讲 那么讲 就是二十四件里面 当然我们不知道全部的 里面真正可以存案的不会很多 那因为是在检察官手上 虽然台北地震委现在换了检察长 那但是侦察不公开是一致的 就是说这种公开不因为马英九是不是总统 或者今天是不是国民党执政或民党执政 对台北地震所来讲 侦察不公开都是一致的 那记者如果可以跑新闻跑得到那记者的本事 那侦察不公开是北检一致的标准 那对马英九他作为被告来讲 因为他是前总统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会有里遇的措施 我相信一定会有 北检不会笨到说连内连里遇都没有 这个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对于马英九前总统的一些 如果需要做一些访谈 争讯 那他一定不会是在台北地检署 你看到马英九从大门口走进去 我相信不会是用那个方式 一定是用比较秘密方式进行 那在过去很多不同的案例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作为 好那最后他的司法风险有多高 他第一顺位的司法风险是黄世民泄民案 那第二个有关国民党党产的部分 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 就国民党党产基本上 背信的对象是中国国民党 如果中国国民党不提出告诉 对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上来讲 其实会有很多困扰 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到底是不是马英九背信 也许那个真相揭开来的时候 发现不是马英九不一定 也许另有其人 所以他第一个风险 其实是在黄世民案 大巨弹案 他的风险也不低 李肃德不是说 那个马英九指派他吗 然后这个领权立金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 刚刚他胜诉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很有可能是因为 叩叩没有办法举证说两亿 虽然他有去查 但是没办法举证 可是这代不代表 马英九真的没有收 魏映聪的魏家的政治现金 顶薪的政治现金 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周一过才问他 你医生有没有收过 为什么魏映聪可以担任这个 副总会长啊 罗志强为什么去顶星啊 还有包括还记不记得 525万的TDR顶星TDR 后来不是进到了 国民党的这个高层 那是老王的帅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包括还记不记得 魏家兄弟不是进到总统府去吗 然后不是有讲到什么 两岸的农业贸易吗 包括那个什么101啊 不是支持魏家吗 包括连宪文不是说 有高层打电话叫他不要再骂魏家的事吗 所以会让人会说 你看魏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再说一次 不代表他真的没有拿魏家的政治现金 只是口口没办法举证出来 还是听说就是这样子 但是外界有很多的质疑 也就是说客户姐其实也问到了一个关键 我想请教小平原 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场合跟机会 那马前总统怎么不对外说明呢 那么只是强调他的这个清白而已 对不对 那再来就说 那因为这个案子是客户姐胜诉嘛 他是败诉 那问题是他二审还要继续上诉啊 那显然就说他要去追究周一寇的责任吗 他的法律诉讼是失败的 金武松比他聪明 金武松不够意思没有教他 金武松就是不谈刑事 我就是告民事 他告刑事 他又自诉 自诉等于是马英九要负担他扮演检察官角色 对一切有利的 他没有这个能力嘛 这第一件事啊 今天要告就是告正常告 地检署去告了 不要去弄自诉啦 那我不想他为什么这样 地检署我觉得 那个马英九也不会赢 对对对 总是好一点嘛 不不不 检察官我觉得应该也是跟法官见解差不多 今天周一寇问 周一寇很会诡辩你知道吗 逻辑性很强 他问他一句最有趣 你一生有没有收不当的政治信息 有吧 有没有问这一条 就好像说有一个老公他有外遇 如果两亿有收入他就等于有外遇 没收入就等于是被老婆冤枉了 然后这个事情被怀疑以后 是邻居的邻居的邻居跟他讲说 你可能收了两亿 你可能这个有外遇 那他老婆就坐下来 你给我站好 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交到别的女朋友 对不起我 我们从认识第一天开始 这很难回答你知道吗 可是以马英九的个性来讲 他一向前一向强调自己是清廉 他应该回答 对不对 他怎么会没回答呢 对啦 当然有点瓜田里下 容易外界联想 对因为他不回答 对因为他跟 跟魏家好像挺熟的 有牵连 可不能因为这样熟 我们谈法律谈证据 法官在这里 你就说他收两亿 何况一审说他 没有证据说他收两亿 所以变成周一寇 周一寇也没罪 他很开心 可是也证明了马英九 没有证据收两亿 所以我觉得 可是也会收其他的 还好 我觉得还好 就如果以马英九的个性来 照理说他应该是 斩钉接铁说我绝对没有修 对不对 来请教瑞德哥 对不对 这个蛮久 一向这个致氏 对不对 清廉清白 那这个场合之下 他竟然没有去回答 当然给外界联想 那再来就说 之后他的出庭人声 需不需要展开了 身为一个被告 这个毁谤73次 然后又告了人家三次的人 家里按摩 因为这样有的人 我跟各位说 毁谤有个要件 就是必须要故意跟恶意 那么终于扣并不在于说 他讲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存在 而是他有没有出于恶意跟故意 那么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因为他是经过什么什么 谁转述 谁查证 谁怎么样子 成诚的也就是说 误信为真 比如说这样讲 好了 所以他的官司是可以OK的 那马英九说 这个特征组在查的过程当中 还他金白了 这句话讲得好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黄世民的判决书里面的 高等法院的判决书 就已经宣判了马英九的罪证 很简单 为什么呢 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现在马英九包括两个泄密案 包括教唆泄密案 一个教唆泄密案等等 我们现在就看 到底台北地理署要怎么办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请问各位 今天我去打一个官司 我告一个人 我出庭目的何在 一定是为了自己辩护 那不能我出庭干什么 我请律师出庭就好了 被告有出庭的义务 那么原告顶多 就在延迟辩论的那一天 出庭就可以了 那他为什么现在要来 出庭有些不讲话 出来了又讲一大堆话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目的 我们不能说马英九要刷成交的感 这样是对我们全员手不礼貌 虽然我们大家可能认为 可能性还蛮高的 但是问题是 因为这很矛盾嘛 你告了人家 那你要出庭 连法官都吓一跳 之前没来什么 现在突然间出现 对不对 出现又不讲话 面对人家那个质疑你也不讲一句话吧 那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个最大的目的就是 马英九要亲自跟所有的媒体讲 我是清白的 我是冤枉的 他是怎么样 不过目前看起来 周玉寇在高等法院的判决 还是赢 你知道吗 但是 不要忘了 马英九说的话不是就全部能够相信啊 这不是官说 那什么是官说嘛 我举这个最简单就好了嘛 是马英九的名言嘛 所以马英九现在自己必须要面临的 不是只有告周玉寇的官司而已 而是我们现在就等着瞧 从包括台北地监署开始的这些案子 到底会如何 我就用马英九自己本身的 他既然相信判决书上面所写的 那么我就用判决 确定的判决书来告诉马英九 你即将面临的刑责 跟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样 是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还来关心 因为不当党产条例 国民党现在要提示线 但是席次不够 他们想要去拉拢亲民党 问题是有办法去拉拢吗 再来跟海基会董事长的职位有关吗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立法院休会期间 国民党立委王金平一早就进到办公室 原来是为了替国民党寻求其他党团支持 尽早跨过党产视线联署的门槛 能帮的就尽量帮 这都是党团在运作的 亲民党团的回应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内部还在考量 还没有最后的一个尊正的定案 我没有听说王院长曾经找过亲民党的中央 来谈这个方面的事情 我们对于人民所做的承诺 这是公公开开 正正荡荡的事情 那不是哪一位 可以用私人的感情 来去加以处理的 说处于话说得很白 就是不愿意帮国民党的忙 原本国民党打的无意算盘 是拉拢无党联盟的高级素媒 在希望局营伸出援手 因为要从立法院提示线 必须要总席次三分之一 也就是38席立委联署 目前国民党团只有35席 如果能够获得亲民党团三席的支持 就能跨过世纪案门槛 没想到宋楚瑜态度强硬 引发外界揣测 宋楚瑜难道是为了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 跟王金平在角力 我从来没有为亲民党 或者是为我个人 或者是为亲民党的任何哪一个人 在跟别人在瞧任何的职位 即使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海基会的事情 他对宋楚瑜个人来讲的话 他既不是个官位 也不是个职位 也不能提升我的地位 这个宋主席有在说 好像说请他们不要来帮忙 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我不清楚 好我们看到为了这个不当党产条例 那么搅动的国亲一池春水 那国民党想提示线 想要去拉拢亲民党 想请到小平医院 有可能吗 那现在亲民党看起来 你看宋楚瑜都讲了这么硬了 显然是不可能 那现在是差几席 高精有同意吗 高精一半一半 可是高精同意也没有用 还差两席 两席就找不到 我面对现实都没有讲国民党 那第二个呢 国民私私有两种 我们也分两派 然后战斗派 深蓝派就要视线 我认为就不要视线 你觉得不要视线 我觉得不要 何必 然后因为你视线这个是 变成主流民意的少数 宋楚瑜怎么会帮你做这个事 宋楚瑜露 这个也很厉害 也是讲话说 我们公公开开 正正当当 就以为好像搞密室 还用乔治 也有点搞到老王 他很厉害 又押韵了 什么什么 又被提高 我订为什么 就破除 还是老毛生算 非常厉害 然后意思说 你党产这个事情 也没那么公正 我干嘛帮你 对吧 就是他都在 都都诱瑜 击疯着 而且特别亲民党 过去有享用过党产吗 谁 亲民党 亲民党 亲民党没有党产嘛 对 他们有享用国民党党产吗 那他们为什么要帮国民党 他也没必要帮你 他选 总统就是敌对的 他就另外推自己选了嘛 他也没支持你朱立伦 所以有时候 第一个 就是战略的判断 第一个 你要不要视线 我认为不要 他认为要嘛 是 二 你即使视线 人家为什么 为什么帮你 那结果视线 我认为是错的 会少掉票 然后找别人 还碰一不之灰 又错第二次 我的看法这样子 那跟海基会 董事长的职位是有关吗 那到底是宋楚瑜 还是这个王金平 我认为蔡英文 主观想的 当然是想王金平嘛 然后可是 老共似乎对宋楚瑜的外省籍 跟也到大陆去 巡根 到湖南干嘛 比较亲近 比较接近 那可是重点是 如果这两个人 除非大到 如果说宋楚瑜去 老共比较对宋楚瑜好一点 他去 我就不要你承认 九二会谈精神 就过关了 半夜就会成功了 可是不会了 他们两个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 我认为 请到瑞德哥 你怎么看 现在为了这个所谓的视线问题 国民党要去拉拢亲民党 你怎么看这当中 那跟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的职位 这是有相关的吗 之前话讲的太满了 之前国民党说 党产 不是有包括国民党的副主席 还说 应该把这个包袱拿掉 对不对 然后不应该再背负 这个党产的怎么样 这个是国民党重申的开始 既然这样干嘛视线 对 那是干嘛视线嘛 我们赞成小平所说的 既然你都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把它割裂 不要再让人家污名化 不要再背负这个骂名 不要再 那你干嘛视线 你就勇敢地面对现实嘛 既然是如此的 你就面对它 不是这样好吗 只要是你的党产是合法的 你的党费 你所有的这个政治现金什么 你能够拿得出 这个所谓的证据出来的房地产 那你就面对现实去查嘛 不就很好吗 那所以他自己本身 其实国民党就矛盾了 好 第二个矛盾是 既然你要视线 那你先看看自己的实力吧 你为什么会认为 亲民党的三席 就算你去求高筋都没有用 高筋数没一起给你 你还是差两鞋没有用啊 时代力量民进党 绝对不可能帮你的嘛 你事先为什么认为说 亲民党一定会帮你这个忙 第三 海基会董事长 海基会董事长本来啊 一开始的时候 变成好像有畏同绝辣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讲难听一点 就是两岸的白手套嘛 本来好像没那么重要 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变那么重要 因为老共这边断绝一切的来往嘛 可是呢 断归断 本来已读不回 还有包括电话不接 传真机收到 也不理你这样子 可是因为一个阴挫阳差的 这个游览车的这个 失火事件嘛 所以他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 因为他不能 老共那边也不能说 我完全不闻不问嘛 只是我用 所谓两岸旅游局的这种方式嘛 降低层级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事情嘛 所以突然之间 这个本来已经被洋气的 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的 海基会的这个白手套 突然间变得很重要 那么你好 那站在 你必须站在这个新政府的这个立场上 来考量 如果是你是蔡英文的话 你会给谁 当然他我认为 从头到尾他应该比较主意于 所谓王金平嘛 可王金平有问题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海基会的重要性 比之前的要高起来了 那王金平在太阳华学院的时候 不客气的说 就是比较同情太阳华学院的嘛 所以他给他一些方便嘛 那也因为这样子 国民党内部对他有不同的评价嘛 等等嘛 那可是你要知道 中国共产党最后 最近才为了要支持 这个学院的相关的事情 干倒了台湾一个导演 后来变演员的叫戴利仁啊 你知道吗 所以到底老共那边 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人选 那当然宋楚瑜也是 宋楚瑜跟王金平 都有那个分量来接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 问题就在于必须考量 是我们这边的新政府 主义的人选呢 还是对方能够接纳的人选 所以现在这两个人选就非常尴尬 那请问你 站在亲民党的立场上 我为什么要协助你 王金平的国民党 是的确 现在看起来海基会董事长 这一个职务一日没有决定 感觉上好像国庆之间 都有人要来争取这个职务 我想请到委员 现在怎么看就是说 这个当然小英政府可能要考量 到底谁接比较适合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中共方面 到底谁比较能够接受哪一位呢 我想无论谁来担任海基会董事长 这个职务 他都是一个蔡英文两岸政策的执行者 而不是一个创作者 就是说蔡英文在 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演说 里面也说得相当清楚 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 维持现状 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所以我想无论是王金平也好 无论是宋楚瑜主席 或者是其他更也适合的人 来担任这个职务 他都不能在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架构之下 在创造一个两岸的论述 而是去执行当一个和平的传递者 来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当然国民党 现在就党产透是要提示线 他如果提到无论是时代力量 或民进党合作 这等于天方夜谈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亲民党简直是在吃亲民党的豆腐 亲民党为什么要帮国民党 国民党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是藏起来把亲民党好像当成他的一个附属 附庸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这几年是怎么对待 想到人家就要去利用人家 这几年是怎么对待亲民党 你提名也没有礼让他 也没有对他好 或者你有没有给他进任何的奥援 然后你现在需要人家 就是想到人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倒是我觉得在前几天报纸上看到说 国民党想要提 透过把这个不当当场处理条例的相关法条 还有这些历史的背景 他要翻译成英文或外文 向国际去 我真的鼓励他这么做 我真的鼓励这么做 因为他甚至他应该把党产拿出来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作为 让国际上更多人了解说 国民党在过去 做生意搞全球化 这个不要搞全球化 这是国民党的想法 我真的是鼓励他这么做 赶快而且那部分党产 我们不用追讨 如果要花个五百万一千万 我觉得应该支持他 赶快做这件事情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国民党在过去那段历史 是如何把国家的财产 人民的财产变为他一党之师 来请教董豪哥 你怎么看 这国民党似乎在不当当当场 这个战场还想要继续延续下去 还有这次提示线 他一定会再延续下去 那透过立法院找到三十八席联署 当然是一条路径 但是还有其他路径 就等这个条例真的公告实施之后 也可以再去申请示线 那示线的路不是只有一条 因为这是国民党的权利 我觉得要予以尊重 那最后再看大法官里面 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但是你在看这个事情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回到一句话 就是说党产这个事情 国民党到底是怎么去看待它 这个党产如果以现有目前的产值来讲 它对你的选举帮助真的不大 一年哪怕是有个十几亿 真的选举的时候真的不够用 就是负面资产更强大 那因为你永远就是一个不公平竞争 那国民党已经失去的政权了 你如果要重新拿回政权 你到底要怎么做 你不是永远在诉求 你那三层的支持者吧 你一定要让你的支持者从三层 你一定要跨过50 你一定要50加0.1 那你到底要怎么做呢 你的视线也不会总共有点不大 所以啊